欢迎来到健康财富学院 和CococionSong一起每天学习几分钟 创造自己的价值和造就更好的自己 让自己值钱才是一辈子的财富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辩父》一书中的金句摘录 希望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 若我有念错的地方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将送你100个Cococoins 就是coco虚拟币 你可使用coco虚拟币 在我们的网站cocashun.net 换取你喜欢的商品 想要财富自由 不为钱财烦恼 让这100种超有效致富养成树带 你打造有钱有闲的好生活 今天来分享第21到第30 总创造财富的关键突破法 21 想成为业界传奇 先让客户大吃一惊 现今全球金融业最大的秘密就是 如果你的服务极好 你赚的钱就会数都数不完 把你和你的生意变成传奇的秘密 就是让别人大吃一惊 只把事情做好不能成为传奇 没有人会指因为你做得够好而到处宣扬你 做得好这件事没什么好和人聊的 这样的名声会消失 不再被附属传送 传奇的真正目标应该踏到我们的好朋友达比柴克兹 Darby Checkers所说的震惊故 客的境界 只有这个境界的生意能真正激发人们口耳相传的效果 让你变成一个人人称颂的传奇 耶稣不道时曾有过让拉撒路起死回生的事迹 人们对此瞠目结舌 之后 这个故事就 这样不断传了开来 我们要寻找的就是这种更进一步的 让别人都想不到的效果 只要是和服务相关 我们都要这么做 所以 如果有人要向你购买一件东西 你只要在卖给他们的同时 比他们所要的多做一点点 或比他们预期的更快一点点 或是给他们一点出其不意的感动 就可以了 只有出其不意 才能一鸣惊人 它是一条非常有用的军事战略 如今也成了一条非常有用的财富策略 大多数人只会考虑该如何满足顾客 只会想知道顾客是否满意 但问题在于顾客认为他们应该被满足 只满足顾客需要的服务无法创造财富 一个仅仅满意的顾客 绝不会向别人提起你 他绝不会兴奋地告诉别人 你能够做什么 因为你只满足了他的需求而已 当我们在学校里得到令人满意的成绩时 意味着那就是个C C等于满意 但没人会因为一个孩子得了C 而赞扬或祝贺他 因为那只是平均水准 刚刚及格 大多数人还是只想问他们的顾客 是否满意 但获得财富的捷径是去问一个全然不同的问题 不要担心震惊顾客的做法会显得荒唐 你会习惯生活在疯狂边缘的 过不了多久 你就会对这种状态充满期待 你可以借由问自己这个问题来达到这种状态 我现在能做什么来让我的顾客们大吃一惊 拓宽你的思维 自动跳出框架的限制 你需要突破想 向的极限 想出只考虑满足顾客实觉 对想不出来的好点子 伟大的汽车经销商卡尔 色维 卡尔 苏偶说过 一个被震撼到的顾客 会不停地向别人说起自己的惊人经历 口耳向传 永远都是最好的广告 不论何时 只要有事情让你吃惊 你就会谈论它 所以最好的创造性游戏 就是让你的员工坐在一起 不断问这个问题 我们怎么做才能让客户大吃一惊 这个办法不仅对公司有效 对你个人也是如此 如何让一个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人惊讶 惊讶 不仅只是讨好与满足这么简单 这种思维方式会让你的大脑 动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方法 激发出令人惊讶不已 无法忘怀的行动 22 做你热爱的事 在《橄榄球名人堂》中 占有一席之地的Fran Tarkanton总是说 如果不好玩 说明你做的不对 这句话也是创造财富的座右铭 想要更快地在人生中创造财富 你就要把喜欢做的 和正在做的事情联系起来 当你认为做的事对你而言 真的很有趣时 你就不会觉得工作时间度日如年了 任何事情 让你做起来觉得时光飞逝的 都是所谓的你的特长 那是你的热情和优势所在 你会不知疲倦 不断地尝试新的方法去完成它 这样的工作不仅不会是负担 而且对你来说 这不能算是工作 你会富有创造力 并从中获得更多能量 很多人看看电视 就以为房地产是现在最赚钱的行业 但如果他们不是真心热爱这一行 那么从事房地产交易 只会让工作变得枯燥郁闷 你只会陷进不断看这十件滴答的怪圈 卷 绝对无法呈现出那种精力充沛 思维活跃 总能做出正确选择的状态 相反的 他们会发现从事房地产业就是个苦差事 因为他们的心根本不在那里 史蒂夫说 我一生中最有趣 最刺激 最享受的时刻 就是对这整屋子的人进行演讲的时候 所以我想 很好 这也许说明我该以这个为职业 我开始四处寻找合适的生意伙伴 并想到一个人 他曾向我的一个广告客户提供过演讲 于是我尝试找他 和他合作 看看自己能不能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那个人名叫丹尼斯迪顿 Dennis Diton 他是一个研讨班的主持人 也是一位知名的公众演说家 史蒂夫到他手下工作 做他的学生 学会他的工作方式 不久之后 他自己就能对这一屋子的人独立演讲了 就这样 他讲的越来越多 始终热爱这一行 史蒂夫说 直到我开始做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 财富才开始出现 我也知道自己喜欢写作 所以我开始写关于我演讲内容的书 从那以后更多的财富随之而来 不要以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就是自私的表现 你自己的快乐情绪就是吸引财富的磁铁 但大多数人以为情况是相反的 我只有赚到足够多的钱 才能让自己开心 或是等我还玩贷款 买房子 买第二间房 买艘游艇 换个新情人等等 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能享受生活 这完全是毫无用处的疯狂想法 反转一下 做你喜欢做的 钱财自然会跟着你来 这个原则的另一层意思是 跟你喜欢的人一起工作 我不想显得太啰嗦 山姆说 但我总对别人说 和我妻子共同经营的事业 才是我最爱的事业 我是真的乐意和我妻子一起工作 因为这样 我才可以真的和自己的家人共事 我想人们的开始转变一下思路 过去他们总以为事业 家庭不可兼顾 要么拥有 成功的事业赚大钱 要么拥有温馨和谐的家庭生活 其实你完全可以两者兼得 所以如果你希望开始思考 如何创造财富 就请先单独带一会儿 散个长布 泡个澡 租间小木屋 在那里带上一个周末 不要电视 不要娱乐 只是独自带住 让你的大脑彻底放松 倾听自己的心声 沉浸在你热爱的事业中很重要 因为比起仕途从事你认为 应该做或别人介绍的热门投机行业 做你热爱的事会更快的创造财富 马克吐温曾说过 工作法则看上去的却很不公平 但它就是如此 人谁也无法改变 员工们欲能从工作中得到快乐 他们欲应该获得更多的收入 二十三 一句话说清楚你的卖点 简约就是最终极的反复 你必须学会非常迅速的说清你的优势 人们喜欢你的工作的原因 为食膜他们会想要你的服务 以及为食膜他们该花一大笔钱卖你的服务 让你的说法简洁而明确的好处是 它会很容易传播 这样一来你就能轻易教会其他人也这么宣传你 这样当其他人再去告诉他们的熟人时 他们的熟人就能记得住 最好的例子发生在很多年前 那时的餐厅还不会外送披萨 但打美乐披萨 Dominos 决定送货上门 不管你信不信 以前人们想吃披萨的时候 只能开车出去买 或者在家自己坐 但打美乐披萨店提出一个新口号 打美乐披萨帮您送到家 他们所有的广告就是这句话 这就是他们的任务宣言 生意计划 独特卖点 这一切就包含在短短的一句话之中 打美乐披萨帮您送到家 这句话实在很简单 人人都记得住 很快的 人们就开始不断重负这句话 打美乐披萨帮您送到家 一旦有人开派对 只要有人提出 我们去买披萨吧 立刻就有人跟着唱 打美乐披萨帮您送到家 于是 他们就会拨打打美乐的电话 点外送披萨 所以 脑子里存一个简短的口号 来描述你能提供的服务 真的非常重要 当你有一个十秒钟内 就可以说完的明确口号 并且让人人都能记得住 你一定会获一匪浅 24 表扬会让人干尽十足 德雷莎修女 Mother Teresa说 这个世界上 对爱和赞赏的渴望远远超过了对面包的渴望 积极待人绝对比消极待人好 但你总听过这句话 会哭的孩子 有糖吃 很多人就以为想达到目的 必须大声抱怨 事实上 如果你真的是很难对付的人 那么你会遭受意想不到的对待 并且跌破眼镜 珊姆说 我只愿意和我喜欢的客户合作 如果有人对我提出太多愚蠢要求 我根本不考虑和他合作 我的意思是 抛弃会哭的孩子 换个不会哭的 海豚训练师发现 如果给海豚一条小鱼奖励 他们跳过铁环 那么他就会愿意再跳一次铁环 训练师们可没有拿住棒球棍奏海豚 来惩罚他们不跳铁环的举动 训兽师们在多年他们会被认为很不道德 过不久 我们建立了一个追踪系统 如果有人推荐一个新客户 事务所就会有很多人以不同方式 向他报以真诚感谢 不仅如此 如果那个官司最后打赢了 就会有人 向原本推荐客户的那个律师回馈所有的情况 并再次感谢他为这样的好结果做出贡献 系统建立后的第一年 这家律师事务所的推荐客户翻了不止一倍 不管你想要得到更多的业务或者其他什么 也不管你现在创造财富的方式如何 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该如何去奖励 因为在任何生意或企业中 你得到的就是你奖励出去的 如果你跟小贩 雇员 雇客 生意伙伴甚至是上司打交道 正面激励会比负面批评有利的多 正面激励和赞赏会令你得到更好的服务 更高的价钱 甚至更好的推荐客户 如果你是一个人工作 要把生意外包给一些小生意人 正面激励也同样有效 你的周围充满了愿意为你跳铁环的海豚 像海豚训练师那样做 他们就会更好的为你服务 把你当成他们的优质顾客 他们会因为听到你说他们帮到了你而爱死你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更好的服务 而当他们得不到时 大多数人就会采用负面回馈的方法 大声抱怨 但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当自己这样做的时候 被抱怨的对象就会把他们 当成最后才考虑的客户 完全不去重视 这种反应有时甚至是下意识的 因为没人喜欢听到抱怨 正面激励对任何物种都有效 所有的造物主杰作都更喜欢正面激励 而不是负面回 会 但我们人类自己却常常忘记这魔作 所以毫无疑问 我们预示 记得把正面激励 融入到创造财富的过程中 就预能使财富快速涌向我们 25 限量供应 让你潜力无限 创造财富的最好方法之一 就是想办法制造一个专属的小圈子 如果你准备办一场特别推荐会 记得不要开放给所有人 如果有其他人想来 把这些人列入下次活动的等待名单 只要真的制造出一个专属小圈子 你就增加了口耳相传的机会 人们会开始谈论你和你的小圈子 哈雷 哈利 Davidson 摩托车的成功正是由于他们碰巧 撞上了这个方法 因为有一段时间 他们的产品开始缺货 人们要是想买他们的摩托车 必须排队等待 公司曾经担心客户因此大量流失 但情况正好相反 人们更想得到哈雷的摩托车了 这家公司简直就是市场奇才 于是他们保留了这个策略 即使货源充足 他们也不开放供应 现在不论是谁想买哈雷摩托车 都得排队等候 你也能仿效他们这模作 想办法制定一个限量计划并坚持到底 那将会增加你赚钱的 能力 因为人们都想要成为特别小圈子里的一员 市场经济下 你完全可以利用供需法则创造获利空间 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原理 当产品供不应求时 价格自然会上涨 这就是经济发达地区的独栋别墅 价格上涨的原因 市场供应有限 而需求量快速增加 价格自然就会上涨 所以 如果你能够在自己的生意里利用到这一点 创造出一个供不应求的真实局面 那么你根本不需要满足所有客户就能发大财 有时候 在我们这里学习的学员会说 如果我不能满足每一个顾客 那就对他们太不公平了 但仔细想想 你可能做到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吗 永远不可能 在你的销售 区域里 顾客总是多过你的产品 所以不如干脆利用这一点 提高你的售价 你可以提高售价 再做些额外的事 让你所提供的服务更有价值 大多数人看不到 限制自己产品供应数量的价值所在 他们的贪婪之心让需求欲望太过旺盛 苏珊正在筹备自己的每季健身奖座 已经有75个人报了名 我们问她希望有多少人参加这项活动 她说 呃 我们可以容纳200人 好吧 但比较可行的数量 我们可以接受110个或是115个 很好 你为师摩不把出席人数设定在100人呢 不再多一个人 让所有人都知道你 只剩25个名额了 不 不 不 我们可以容纳的下一百零五个人 我不想拒绝任何人的钱 我需要他 真的 我需要他 苏珊挪没有看到 欲是限量 欲能创造财富 如果她限制了出席人数 人们就会想尽快确保自己能够参加 而她最终能够在每个名额上 收到更多的钱 还能减少广告开支 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广告语就是 抢购一空 如果她把出席人数限定在100人 然后迅速卖完 那么在组织下一期活动时 票就会卖得更快 因为她完全可以跟顾客说 上一次活动门票被抢购一空 所以我们不得不拒绝了一些人 他们想要参加下一次活动的话 就只能进入等待名单了 对了 你想参加下一次的吗 人们一定会立即报名 大多数人不理解限量的好处 不明白限量能增加价值 他们认为应该从每个人身上 榨出最后一分钱 只要有钱他们都欢迎 这些人总是为了 钱让所有人挤进来 他们太需要那笔钱了 但财富和成功 并不来自于你不顾一切的需求 客户们总是想要得到他们得不到的 因为得不到 所以价值更高 限量会让你的顾客们 产生一种强烈的全新的渴望 一切都会因此改变 你不用今天就榨钱客户的每一分钱 从长远来赞 限量能让你得到更多 克里夫兰印第安队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建造 从今天起 设一个限量 限制你的顾客数 让自己潜力无限吧 26 坚决开除让你烦恼不已的员工 你开除的人 不会让你的人生痛苦万分 那些你没开除的人才会 汤姆彼得斯的成功配方 聘用阳光型 开除阴郁型 聘用并提拔性格开朗的人 开除解雇总闷闷不乐的人 提示 预示公司高层 这一点欲重要 规则一 领导者不允许有糟糕的日子 特别是在糟糕的日子里 规则二 别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规则三冒号一个有活力且乐观向上的人 可以推动一对人搬走一座山 如果你的某个下属于整个团队中 其他人或你个人对成功的渴望与价值观都格格不入 不要犹豫 马上开除它 记住 你可没有发誓一定不会这么做 这和忠诚度毫无关系 这只关系到成功 很多公司老板 他们都很害怕裁掉公司的毒瘤 总担心找不到能替代的人 但就像汤姆彼得斯所说的 开除阴郁型彻底解决你的麻烦 至少你不用再继续和那个人打交道 你会很高兴自己这么做 在我们多年的培训生涯中 我们 未碰过任何一个人 后悔开除阴郁型员工 相反的 我们认识很多人都后悔拖得太久 觉得自己应该尽早行动 甚至这么做队员工本身也是好事 你让他们从不开心的工作环境中解脱 并告诉他们 其实他们很出色 只是入错了行 而你会帮助他们认清自己 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你会惊奇地发现 很多人都把被开除当成急需的当头一棒 从此让自己的职业前景更加光明 27.竞争对手能激励你前进 竞争不仅是保护消费者的基础 更是进步的动力 不管生活还是生意 不成长就得死 这是一个常被忽略的概念 只要你想继续生活继续发展 即使你对生活和事业的现状感到满足 也不能停滞不前 竞争会逼你成长 如果你不成长就只有死路一条 要不就努力工作 取代那些已过时的对手 要不就改进现有的商业模式 产品服务 不然你的竞争对手会逼住你这模作 甚至取代你 生活也一样 愿意成长 愿意寻觅心动力 愿意争取更高的目标 这些对你的幸福和生活都至关重要 和自然界一样 人类的成功在于 如果停止成长 就要面临死亡 所以 不要把你的竞争对手当作坏事 他们不是 他们的存在能激励你觉醒和成长 大多数人把竞争视为麻烦 但实际上 竞争对手可以成为你最好的老师 首先 对手会犯错 他们犯下的错误会让你从中学到教训 所以 你要时刻盯着他们的举动 其次 他们也会想出新花样 你同样 可以从中学习和成长 把他们最好 但非专利的操作方式借鉴过来 同样你也要意识到 他们还可以帮你打广告 大多数竞争对手都不会做非常有针对性的广告 所以 大部分广告 会让人们对行业的主要理念产生认同 而不只是某一家公司 他们的广告继续吸引顾客去他们 那里 也会到你们那里 你同样可以学习 其他城市里同行的竞争 当你去其他城市的时候 看看当地的报纸 电话簿黄页 甚至是网络 看看竞争对手之间的交流 他们能教会你很多东西 在你的研究中 很重要的一点是 一定要集中精力 避免产生对竞争的负面情绪 竞争 总是能让人变得更好 而不是更糟 内部竞争也是如此 作为销售培训师 我们通过自己的培训经验 可以发现 对销售团队而言 提高销量的最好方法是 请回一个销售明星 让他加入团队 成为销售业绩第一的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每个人都会变得比从前更好 所以 竞争总是好事情 它绝不会让你无法收获财富 有竞争对手 意味着你的行业很有吸引力 让很多从业者感兴趣 如果某个新兴行 里只有你一人 甚至没人听说 过你想提供的这项服务 那你就得努力了 努力让顾客理解这一行存在的必要 和他们雇用你的理由 但在一个有竞争对手的行业里 你的竞争对手 可以为你做这些事情 顾客才不会管你的服务里面 是原创的还是借来的 他们只想得到最好的服务 成功需要思维缜密的逻辑过程 冲动莽撞只会令你一败涂地 最具破坏力 最没必要的情感之一 就是把你的竞争对手想象的过分强大 结果把自己吓倒 只有竞争才能使游戏继续进行下去 相较于每天平淡枯燥的工作 人们玩游戏时往往会有更好的表现 竞争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令你脱胎换骨般的帮助 想想我们如何战胜他们 我们如何提供更好的产品 这些都能变成乐趣而非威胁 当你听到有竞争对手加入 10.最好的回应是 让他们放马过来吧 28.给客户体验新产品 新服务的机会 财富就像幸福一样 欲是追求欲是得不到 它应该是提供了有用服务之后的副产品 大多数人为了让自己家喻户晓 浪费了太多精力 在那些花钱又花时间的销售活动中 这其实毫无必要 相反的 你只需要让你的钱再用户体验到你的服务有多好就行了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用更快的方式创造财富 而不仅仅是宣传自己能做什么 不要只发传单、CD或者DVD给你的客户 要寻找能够让顾客体验到你产品的机会 这样他们才会成为回头客 举个例子来说 我们从不去某家餐厅 理由很可能是我们从来没去过 人们只愿意做他们习惯的事情 只做已经成功过的事情 有些人总去同样一家店 即使那家的价格也许更贵 但他们习惯了那种体验 他们不一定能得到最好的服务 但他们习惯了 他们常去 觉得这间店亲切的就像自己家一样 让人们有这个感觉非常重要 而这种感觉只能从体验中得到 电子邮件或传单都行不通 注意到有多少餐馆和小店无人进出吗 在家办公的人也有类似的问题 坐在纳尔等生意上门 希望发出的电子邮件有回音 希望新网站能吸引到访问者 但这些人根本不知道 人们不找他们做生意 或者访问他们的网站 只是因为他们从来没尝试过 店主们常常会被这个矛盾困住 我怎样才能让从梅跟我做过生意的人 变成回头客呢 其实你真的可以做到 有无数种方法可以让人们体验你做的事 其中很大一部分都要求你能慷慨给予 你必须要舍得付出 给客户点甜头 让他们知道你能提供的体验到底是什么 然后爱上他 变成回头客 人们总以为如果你免费馈赠 就不能再靠他赚钱了 他们完全错了 现实正好相反 当我们对客户们说 他们应该签署一份无效退款承诺时 他们常常害怕那模作 即使这模作会让人们更有信心体验他们的服务 我在生意中已经做了将近十年的无效退款保证了 山姆说 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提供给客户体验的时候 你得尽量大放 人们不会占你便宜或欺负你 什么得寸进尺之类的想法 完全是自己吓唬自己 如果你真的愿意冒险 就跟客户们说 我们非常出色 如果你不满意 我们就退款 他们一定会爱上你的 但我们大多数的竞争 对手都不敢那模作 他们太害怕尝试了 人们无法创造财富 往往是因为他们的恐惧阻碍了财富的到来 其中一个阻碍就是关于他们对待客户的态度 我们总是能听他们反复提及那些 不值得信任的客户名字 他们总想着自己有多不喜欢这些客户 但其实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厌恶投射到了客户身上而已 那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当你不再把生意当作噩梦的时候 生意才能运转得更好 要让财富源源不绝地流向你 唯一方法就是爱你的客户 把客户的需求看得比你自己还重要 至少你可以假设你的客户和你一样好心且值得信任 当你无法这么做时 问自己他们喂食膜不会那样 他们喂食膜不该那样 我也是一名顾客 喂食膜他们不可能像我一样 所以不必在意这些位数不多的麻烦顾客 高高兴兴地让钱在客户体验你的全套服务 高高兴兴地给予他们你所能提供的一切 他们的体验会成为长期的卖点 比任何销售或市场策划都还要有效 29 改变身体就能改变思维 我们都知道 开放而富有创造性的头脑更容易成功 得到稳定而充足氧气的头脑会 蹦出更多的点子 身体健壮的人会经历更充沛 更富有创造力 思维能力也更强 与此同时 他们更快乐 打起交道来也更有趣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人 伊丽莎白巴雷特白朗宁的童年 是在病榻上度过的 直到搬到意大利 她才重获生机 成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女诗人 被人尊敬地称为白朗宁夫人 她对人生的最后评价是 呼吸最多的人 生命最丰富 如果人们能够理解身体因素 在成功中所起的作用 一定会大吃一惊 在休息时去散步 锻炼或进行某项运动 不仅不会像大多数人担心的那样阻碍成功 反而会更像成功迈进 保持身体健康 你的思维也会更敏捷 你会变得更乐观开放 更善于倾听 对自己的事业更加充满热情 你遇事频繁锻炼 身体健康 你的身体循环系统就愈好 你的血液寒 氧量提高 可以容纳更 多的氧气进入大脑 不管你的智商是多少 大脑中氧气愈多 你就愈有创造力 生物学的研究成果 可以为此佐证 有时候 你一整天都会觉得自己有很多工作要做 没时间锻炼 也不可能现在就站起身去俱乐部里健身 那会看起来很不负责任 你需要待在电脑前 狂灌咖啡 拼命完成工作 甚至有人试图透过这种疯狂工作的方式 让自己获得安全感 但你真的需要安全感吗 健康呢 身体因素的确很重要 身心是一个有机整体 如果你的身体到了室外 你的内心也会做出相应的改变 你的呼吸会变得更加均匀有力 一个身体上的改变能导致思维改变 甚至只要闭上双眼深呼吸 都能改变你的思维 闭上双眼能让你的脑波从激动状态变味有序的放松状态 特别是如果你能闭上双眼20秒 就能想象出一个令人平静的情景 人的身体就是一辆跑车 关键在于你如何控制 有些人一辈子都在低档运行 从未易 事到自己其实可以加速 目睹自己在生活中游刃有余 当把这个比喻运用到生活中后 我们发现很多人甚至根本不愿意开手排车 他们宁愿开自排车 让车自己换档 他们的思维只会接受永恒不变的那一套 自动区分哪些是好消息 哪些是坏消息 然后自动换档 这样 如果你发现了 坏消息 你的车就会为你自动减速换档 你连想都不想 一听到坏消息 就自动变成坏情绪 你开始坐在桌子前焦虑的喘气 像受惊吓的小狗一样急促的呼吸 思维混乱 走出室外 去看树上的小鸟 只要从椅子上起身 伸个懒腰 走动一下 然后走出室外 大口呼吸新鲜空气 仰起头 看看那棵树 跟那只鸟对视一下 跟地球上的另一 众生物四目相对 那就是改变 身体引领心灵 但我们总是弄错 以为心灵像牵老狗一样牵安身体 心灵让身体每天早晨起床 转变思维的其中一个秘密 就是你其实可以做相反的事情 身体可以引领心灵 到更高的境界去游个泳 或散个步 或和朋友打一场激烈的壁球 你的思维在那之后 将再也不会停留在同一个速度当上了 三十 像成功企业家一样思考 如果你想学得像富有的企业家们一样思考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向他们学习 研究他们 沉浸在他们的故事之中 欣赏他们 认同他们 市面上有数不清的书 在写他们的成功之道 成功人士很乐意大方晒出他们的秘诀 为自己的成就倍感骄傲 他们开了星巴克咖啡店 就会想让全世界知道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他们开了麦当劳素食店 也会想告诉所有人他们如何成功 很多书都会深会影的描述过谷歌 Google 从一家不起眼小公司变成市值数百亿美元的 科技巨头的经历 亚马逊也一样 透过网路和图书馆 你可以寻找到一些线索 找出成功企业家的共通之处 你不花分文就能抓加真相 因为这些人迫不及待的想要和人分享他们的企业策略 他们根本不会鬼鬼祟祟的掩藏 而是为自己的成功激动不已 非常乐意与所有人分享 现实经验告诉我们 五件生意里有四件会因经营不善而倒闭 但那四个失败者大概从来没尝试过与成功企业家的思维保持同步 大多数想赚钱却失败的人根本不会考虑这个 他们不会去理解那些美妙的点子 只会困手一触 然后跟另外四五个生意下滑的人一起痛苦 而且你也可以自然的发现和这些人周末小聚的都是失败者 而不是你在网路或图书馆里值得研究的成功人士 企业家的法文是entrepreneur 意思是进入并拿走 进入此地 拿走一些东西 网路和图书馆里关于财富的知识也正在邀请你进入并拿走 沙姆说他成功的事业和之前失败的事业最大的不同是 当他的现金卡在杂货店刷不出钱后他读了700多本书 他饥渴地读完弄到的每一本书因为不想错过任何可以致富的重点 你也可以这么做没人会阻止你获得这些知识 他们就这明显地摆在你面前 一旦你消化了那些企业家的思维马上开始行动吧 成功分两步骤再简单不过了 第一步决定你想要的 第二步依照那个决定行动 描述行动最好的书是世界最棒的推销员The Greatest Salesman in the Work 书上说我会现在行动现在行动现在行动 就这样我每天每小时都会重复这句话 直到他们变成像呼吸一样自然的本能反应 接下来的行动就会像眨眼一样轻松 这句话能让我完成成功必须的每个行动 我会走那些失败者不敢走的路 我会在失败者休息时工作 我会现在行动 因为我只拥有当下 明天是留给懒惰者的 我不懒惰 明天是失败者的借口 如果我拖延 成功就会去找别人 会永远远离我 就在此时 就在此地 我就是成功者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人生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 请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 并欢迎您的留言 感谢你的支持并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Cocashanson.ne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